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用新咖啡豆做的尝尝 嗯很不错哦 这么开心谈恋了 没有 不过就是很开心了 要是遇到喜欢的人 一定要把握住哦 知道啦 我去洗杯子啦 嗯 去吧 来 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之前FUNC的那个项目取得很不错的成绩 公司给了一笔钱 今天晚上你们可以出去玩了 哇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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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板 喂 灵珊 我晚上要跟同事一起去聚餐 要不你也一起来 嗯 行 那我等一下把地址发你喽 好 拜拜 好 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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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喂 灵珊 哦 我们在五楼天台 你过来吧 嗯 好 塑雅 嗯 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说一件事情 嗯 我喜欢你 能做我女朋友吗 哇 Lis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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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好,您播叫的用户已关机,请您稍后再播。 您好,aud 请您的参加,请您续提放вон并폭闭妈vale galera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她的消息可以麻烦您告诉我吗 好 这是我电话 谢谢啊 她走啦 我想在这待会儿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有个女生为了自己喜欢的人准备离家出走 谁知道还没等到那一天 她喜欢的人因为家里的压力竟然结婚了 当时她特别难过 她觉得你没有遵守我们之间的诺言 于是她离家出走了 一走就是三年为了逃避她们一起生活的城市 这三年来她不停的不停的想努力忘记她 可是发现原来时间根本没有办法抹去心底的那个人 所以你自己想想吧 怎么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